我们接下来要用程式去存取你的资料库去写入或之类的 所以我就我们这里已经有个程式 这个程式基本上它的意义是这样的 它用一个叫MangoClient的东西 这个是MangoDB的驱动程式 NPM的驱动程式 然后取出它的MangoClient 然后去connect到你的MangoDB的伺服器 所以是刚刚为什么有些人说我没办法操作 是因为你伺服器没起来 你伺服器一定要起来这个程式才可以连得到 所以你要先把伺服器先确定开起来 然后进去之后 它会透过回复的方式去插入 插入一个资料 这是先连接 连接完之后才可以开始插入 连接成功之后才可以插入 连接之后它去取出 像我这里是 就是 就刚刚我们是用user 对不对 对那 我们现在是用esamdb 刚刚我们是用people 然后现在这个 刚刚是用user 现在是q 因为我在做q 然后这里 doc 就是你要插入什么东西 你可以一次写在这里 用正列的方式就可以插入 插入的时候你这个we的话 就是要写入 要复写 然后这边是它的回复函数 插入完我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所以我再去把它用find 把它取回来 取回来 你就会看到这里开始 一层又一层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 语法会变三角化的问题 然后你就把它印出来 然后最后印完就关掉这个资料库 因为你不能一直开着资料库 站着那个连线会有很多支援 所以通常是你连线 然后呢 做完一些事情 然后把它关掉 但是如果你还继续要做的话 你就不要关掉 只是你如果 只是做完了 就马上关掉 是个好习惯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程式 先写起来 OK OK 我们先把这个程式写起来 我们把Vidual Studio Code打开 好 那我们存档一下 OK 谢谢 好 我这个程式还是存在这里 我们叫Mango Test 诶 我刚刚叫Mango Test 我刚叫什么 Mango Test Test是小型 OK 好 Mango Test 存好了 那我现在会连到ESAMDB 这个资料库 所以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个资料库 对不对 那所以没有关系 因为MangoDB好像 就算你没有键 还是可以 一连进去之后 它就会 会进到那个资料库 对不对 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可以执行 我们试试看 那现在这个是那个Mango的客户端 我先不关 这个是试服端也不关 所以我得再开一个新的视窗 然后呢 我们进到刚刚的资料库 有时候打DIR 有时候打LS 好 然后呢 我们刚刚的叫Mango Test 对 好 有问题喔 他说 没有MangoDB模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安装 所以我们要用NPM 去安装 好 那NPM安装一下 如果成功就OK 喔 看起来成功 好 再来NodeMango Test 有没有 后面有动 后面有动 代表有了 那你看这里有插进去 我怎么知道它有插进去呢 我现在要切换 呃 showdbs 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esamdb出来的 我useesamdb 然后就切到esamdb了 db.q 我那个叫q 那个表格叫q 然后.find 有没有 这就刚刚插入的3笔 就进去了 所以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写程式去存取它了 这才是重点喔 刚刚那些都是前 前面的热身 你现在写程式可以去存取它 那你之后呢 你写网站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网站程式去存取它 那你就可以写资料库程式 像今天我们讲说 呃 闫南所的那个 如果你接那个东西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来做就好了 那 ok 所以现在我们 成功插入 资料 那这个是server 这个是 如果再做一次会怎样 应该会再差一次 它就会变6笔 再试一次 变6笔了 对不对 每一笔都长得重复了 可是MangoDB是完全允许你重复的 因为它的代号会不一样 诶 它的代号一样还不一样 看一下 哦 完全重复的记录完全一样吗 583FD 诶 真的诶 它就直接变一样了 诶 不对啊 我看 诶不一样不一样 跟下面的不一样 这个 这个是上一次的 这是上一次的 所以 对 这是这一次的 这一次有6笔 你看 那同样的是he和他 但是这个是4 有没有 诶 这个是3 有没有 这个是0 所以不一样 所以你差3次 它就会变 你程式执行3次 它就会 差3次了 就变9格 所以 所以 你每次 每次执行 因为这个层次不管怎么样都加新记录 那 如果你要确认是不是已经有记录 你应该是先Find Find 发现说 已经有这笔的话 那就是拿出来修改 而不是直接把它插入 对 所以 它有各式各样的 方法 那这边你执行完之后 你看它有印出来 这个印出来就是用Find印的 就是这边的 Collection.Find.toArray 那Find完之后 它会是一个MangoDB特殊的资料结构 那我们把它转成 toArray的话就变成正列 变成正列 那 这里就会收到那个正列的内容 所以我把它console.log印出来之后 它就会把那个正列内容整个印出来 我用J 我用这个%J 常常也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 %S %D 跟%J 各代表什么意思 %D 是用在整数的 是什么 %S 是String 是Tron 印成字串 %J 是Json 是印成Json 格式 OK 所以这三种交互使用 比如说一个正列我要直接 就把它整个印出来用%J 如果是一个 一个整数 单一整数 我要印出来用%D 如果是要印成字串 用%S OK 好 大概这样 你先试一下这个程式 记得如果没有MangoDB 要先npm npm install mangoDB ok 试试看 第一个程式